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群喜欢海洋生态的年轻人 2012年就开始在网路上号召浸滩大军 他们走过台湾许多的沙滩 从北到南看见了台湾海滩一项大问题 我觉得真的很多的塑胶类制品或者是一些生活中会使用的东西出现在沙滩上 那也是我们之前就是从来没有想过的 那有像是很多的瓶盖啊 然后塑胶的一些 比如说饮料杯盖啊等等的这些小东西 这群浸滩的年轻人 以护滩来努力维持台湾海滩表面上原有的样貌 但他们脚下的沙子 却有另外一个更大的危机正在发生 沙滋柔细金黄的浮龙海水浴场 隔着一条双溪河分成内外两大片沙滩 绵延三公里长的外沙滩 还是一片随四季摆动的沙嘴地形 夏天受到台风豪雨影响 沙滩的沙子会随西南季风往外漂移 当吹起东北季风 北岸的沙子又会慢慢往南移 回到原来的地方 台风的波浪它可能会造成沙滩 造成一些侵蚀 把海滩的沙搬到哪里去了 搬到水底下比较深一点点的地方 可是它没有变得很深 它就在底下堆出来一个所谓水下的沙舟 它这个水下沙舟 它要在台风过后 天气好的时候 它这个波浪 它又可以把它给慢慢地 把这个沙舟的沙带回到沙滩上来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沙滩的这个 它有季节性的变化 沙滩随着大自然的节奏 沙滋流向该去的地方 但近来越来越多的小包块 还有人工码头 却在短时间内破坏了这项平衡 林中仪调查台湾的海岸线变化30年 看到了一个可怕的现象 我们常常一看到沙子不见了 那我们就着急 就赶快要去丢小波快 来防止这个沙滩继续不见 或者是说我要来做个什么提防 把它这个浪挡在外面 要去做保护 结果这些人工的设施 人工的设施 往往会造成更多的负面的效果 反而造成更多的沙子流失 根据学术界估计 从1997年至今 光是岩辽沙滩的部分 就有两万五千立方的沙源流失 而消失的沙去了哪里 隐藏在脚底下的危机 更带我们去发掘 看过了这段影片 不知道您是不是 也和我一样的震惊 浮龙沙滩的沙流失是如此的严重 而且之前浮龙举办了沙雕节 原来那些沙都不是浮龙沙滩原本的沙 而是从外地搬过来的 首先要请教的是 台湾师范大学地理系的林总义教授 您是怎么来看浮龙这个问题 浮龙这个沙滩 它其实沙子是在洞 沙子是在洞 这个地方因为要办沙雕节 所以要办海洋音乐祭这些活动 这个地方需要有一块沙子 平常时候我们说 如果我们不办这些活动 没有这个需求的时候 其实沙子它就在那边跑来跑去 那今天这个地方 也许这个季节它是没有沙 但是下一个季节 它可能就有沙又回来了 所以那个沙滩本身的沙子 其实是动的 那像浮龙这个地方 为了特定的一个目的 那它需要有一些沙子的时候 它去搬一些沙子进来 这个我们在学术上叫做人工养滩 只是这些沙滩它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这个补沙了以后呢 它能用多久 这个所谓的使用期限 是不是如我们预期的 它可能没有到达这样的一个使用期限的时候 它又跑掉了 跑掉以后你下次要办活动的时候 你又发现这里没有沙 那你又去补一些沙子 这个是会造成说你在这个 你为了要做这些事情 你必须要付出很高的一个成本跟代价 根据我们过去这几年的一个研究呢 我们发现台湾有很多的沙滩正在消失当中 那这些沙滩消失的原因呢 有很多种 有人为的 有自然的 那自然的部分 可能是因为几次的台风作用之后呢 那造成了海滩的这个消失 因为侵蚀 这个沙子跑到水底下去了 你看在上面上 在水上面看不到这个沙滩 那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常常可以看到 很多的地方沙滩消失的 是因为人为的干预 比如说逐港口的防波堤 或者是做一些 本来为了防止海岸侵蚀 所做的一些凸堤啦 离岸堤啦这些东西 那这些都是一些硬体的结构 那这些东西做了之后呢 它其实就会干扰了原来自然的一个作用 而使得该来的沙子不来了 那但是原来要走掉的沙子 还是走掉了 您提到了关于沙滩会消失 跟人工的堤防啦 消波块这些都很有关系 这都让我们关切起来了 台湾有很多的人工港口 特别是很多的渔港 那会不会是渔港足太多了 因为每个渔港都煮起了这个高高的人工提防 更加速了沙滩的消失 所以这样说起来话 国土的消失竟然适合我们的经济生活 好像在中间有一些 很巧妙的一些连结 过去台湾总共说两百多座 当然这个两百多座是包含了这个澎湖啦 这些地方那台湾本岛你说不管怎么算 两百多座那你大概就是三五公里就是一座 一座渔港那这个是渔港是不是这么太多了 这个这个当然我们就可以值得来检讨 尤其是我们现在渔园也缺乏了 很多时候我们到渔港看到是一个方会的渔港 也没有船在停 第一个比如说我们讲这个新竹的渔港 以前叫南辽一个小渔港 但是后来扩大变成新竹渔港 一个比较大的港口 那新竹渔港开开了新竹渔港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南边的新竹渔港南边的部分 就开始侵蚀了 那侵蚀新竹渔港南边是什么地方呢 它是一个现在是这个焚化炉 那过去呢是做这个掩埋场 垃圾掩埋场 那糟糕了这个地方海滩不见了 那缓冲没有了 所以怎么办呢 如果继续让它侵蚀下去 它垃圾全部要跑出来 所以就开始丢了大量的小波块 主体去做保护 其实观光也不一定要建渔港 或者说也不一定要建人工堤防 这样子让我们组觉得去亲近大海 如果发展观光 或许也可以思考低度开发 我们也很希望可以在沙滩上面 或沙丘上面奔跑 是 那这个其实就是说 我们过去常常去想象那个海岸的观光 以为说要到海边去吃海铲 要去办这个什么季节 什么围仪祭啦 什么螃蟹祭啦等等 才是观光 其实不是的 你在海边在自然的环境里面 你一个休闲的 用一个很自然的方式 在一个洋场小径里面 在防风里里面 在沙丘上 在沙滩上 自然的奔跑 自然的这个 这个在夕阳下 漫步在沙滩上 这多美啊 对不对 可是如果这个沙滩不见了 那谁还要来呢 没有人要来了嘛 那这个你这个 所以沙子本身是一个 观光的资源 很重要的资源 那另外它也是 防灾很重要的一个资源 这个是我们特别要评论 我想这个教授谈到了 这个重点 沙它本身就是资源 也是防灾的重点 而沙滩呢 也是台湾海岸 自然的一个缓冲带 依照现在美国呢 都已经开始采取了 就是堤防岛了 那就棄手吧 这样的一个观念 随着它呢 能够自然的再恢复 沙滩能够再回来 那这个其中 是不是也就是 透露的一个理念 就是说人力 其实是无法抵抗大自然的 没有错 这个我们必须要觉醒 我们今天在讲觉醒 那我们必须要知道说 大自然的力量 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去抗衡 即使在更强 更大更强 强大的这个提防 已经依然抵挡不住 这个大自然的力量 总有一天它会越过 尤其在现在 我们讲到气候变迁 讲到更频繁的台风 这些东西 我们是挡不住的 挡不住的时候 我们必须把眼光看到未来 看到五十年后的未来 看到一百年后的未来 那我们可以换一种 我们用软性的工法 所谓软性的工法 就是养滩 或者是说 用保育沙丘的方式 来做海岸的天然防御 而不是传统的 用堤防 或者是凸体 离岸体 这各式各样的人工的结构 要来做抵挡 那这个抵挡 绝对没办法跟大自然来抗衡 我想今天我们真的学习到的 很重要的一刻 沙滩的消失 竟然是和人的消费行为 脱离不了关系 也因为消费不断地开发漁港 让台湾的沙滩快速地流失 那专家说了 台湾的黄金海岸 在两年内即将就要消失了 让这个护杀的行动变得刻不容缓了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2007年台南的七股北门社区 他们学习了老祖先的做法 以竹子和竹枝来做搭配组合 为海岸煮起了一道天然屏障护杀 而经过了五六年时间的努力 也证明了这样的方式确实有效 而且现在社区也开始在举办护杀的工作假期 让许多外县市的人也能够到这里 来学习保护自己家乡海滩的做法 七股细湖是台湾最大的细湖 沿海的沙洲阻挡了潮汐的冲刷 也是细湖最好的屏障 因此出海口的水植家 浮游生物多 郁郁了丰富的物种 也是黑面皮路每年南下过冬的奇袭地 现在的七股细湖是以前台江内海已留下来的 三百年来 渔民随着细湖的变化在此生活 近年来 因为海平面的上升 再加上人工堤防 海岸消波块的不断加盖 使得细湖的外沙粥不断流失 而沙滩的沙都跑向汐谷里 汐谷的淤沙原重也影响了当地人的生计 今天就这样算了要算好吗 别败了 湾沙洲一年以30平方公尺的速度在逐渐消失当中 无法屏障汐谷内海 七股细湖的面积减少了近四分之一 专家评估 如果沙子的情况再继续恶化下去 在2014年 恐怕就再也看不见七股细湖了 我们需要防疫库处理自己的地方 好 149.5 有变多了吗 有变多了吗 上个月的高度是154.5 那这一次的话是149.5 是短少了5公分 表示沙子业墨5公分左右的高度 强救七股细湖 就得先保护脚下的这块沙滩 2007年 七股的当地居民看见了危机 先组织了一个互杀小队 因为它沙子流动就是从那个方向往这个方向去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它的过程 中间的过程 那也就是要尽量把它在这边就拦阻下 因为也让它去了南边那边就进入 那个渔温啊 大物啊 那沙子就再回不来 它是雪佳琪 屏东科技大学动物保育系毕业 因为爱上七股的自然生态 它决定搬来这里和居民们一块互杀 它结合当地的居民还有互杀工作假期 以竹子便利的方式把沙子流了下来 我们会选择用竹子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说 它的缝隙比较大 所以可以让那个沙子可以有一个穿透的作用 左右两侧都可以击沙 所以它是慢慢的把这个沙子 就是把竹子给淹没上来 好所以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竹子啊 其实现在大概剩下差不多在150公分左右吧 好那其实它早期的话大概是有200公分左右 一片片的竹林 代表着每个人来此互杀的希望 目前这片沙舟已经呈现稳定状态 其实在地人都是它的危机在哪边的 对其实我们会觉得说不止在地人要了解 就是连外面的人其实他对这件事情 要有一些感觉就是 只有大家的支持 消失的沙才能再度重现 非常的欢迎七谷海岸保护协会的代表 许佳琪 佳琪好 你好 佳琪是台南新市人啊 那因为喜欢七谷啊 就住在七谷 后来呢还和当地的阿公阿妈们啊 共同组成了一支互杀对斧 这也算是台湾的第一例了 那当时你是看到了 这个沙滩的流失问题有多严重啊 你有怎么样的兴起来说 和地方上面的长辈们大家一起来组织的这样一个团体呢 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因为说觉得这样的议题要被许多人去关心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如果说单纯用政府的力量去做的话 可能大家会认为说这是政府应该做的 可是我们会觉得说当地的居民应该会有一些自己可以去做的事情 所以我们当初就是先从一群社区的居民开始这件事情 然后慢慢的就把它推广到就是可能由外地的年轻人来加入这件事这样子 你跟当地的阿公阿妈们谈起来 他们回忆当时那个地方的改变 他们自己也不声唏嘘了 其实我在大概七八年前跟朋友去那个沙洲上的 独立的沙洲的时候就是那个王子聊上 其实他就有跟我讲说 他看到了那个 就是说因为他以前是住在那个沙洲上面的 在他小时候 那上面的居民是有几户的 不是单纯只有他们家住在那边 那以前的话这块沙洲是有几公里那么宽的 对那可是回到现在那时候我跟他去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的沙洲只剩下大概不到一公里的宽度 就是从东边走到西边的宽度 大概不到一公里左右的宽度了 对那其实这中间的消失 就是说他其实是因为说沙子去了不该去的地方 那沙子去了哪里呢 他分成两个部分 每一个部分就是说 他呢往东边移 就是往那个七谷西湖里面移动了 所以他就会导致七谷西湖里面淤积 所以其实他变成说 像现在整个七谷西湖来说的话 他的北边 他的北边其实已经几乎很多的 原本的柯田都已经砌手了 因为他是整个被淹没掉了 没有办法再继续养蚵仔了 对那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 他的沙子呢 是一直在往南边移动 那呢就是去了其他的地方 所以变成说这个 这个西湖上面的沙子就越来越少这样子 所以护沙呢其实有很多的方法跟技术啊 那么像是人工堤防啊 还有削波块是最常见的 那为什么你们会想到的是 学习老祖先的方法呢 而且听说那个用的材质也是 一代一代又不同在进步了 对因为其实我们当初的想法是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议题就是说 不单纯只是在地的居民要去了解 要连其实周遭的 甚至是台湾所有的民众都应该去了解的 所以我们当初会希望说是把它变成说是一件就是 大部分人可以一起来参与的一个活动 过去的县政府时代的时候 其实他们已经有在那个沙粥上面 开始打上一些妆 然后呢做了一些黑沙网 那种塑胶网呢去组 就是说蓝沙子 那其实这个方法或许不错 可是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说 当沙子越来越多 然后那个沙网其实是承受不了那个重量的 所以最后它的沙网就破掉了 对就破掉之后它就再也没有挡沙的效果了 那其实我们看到说 它花了很多的心力啊 还有经费在那个沙滩上面就是 打了那么多的妆 可是因为网子破掉之后就没有去利用 我们就觉得很可惜 那那个时候我们就想要说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妆与妆之间的距离去绑上足脂 达到一个那个防风然后互杀的一个方式 对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尝试在装与妆的中间就是 绑上绳子然后呢插上竹子 对然后就是达到我们所说的一个边离互杀的一个效果这样子 对 最近有想到的要用稻草 对因为其实我们会想要用稻草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说 因为我们的竹子取的来源比较困难一点点 因为其实竹子是山上的产物 那你变成说你要使用的时候还要特别从山上取下 所以其实它的 就是说以我们现在所说的碳足迹来说太高了 所以呢其实我们就想要说 也没有比较就近的资财可以去使用 对然后其实我们后来就想要稻草 因为我们隔壁 虽然我们旗鼓没有种稻草 可是我们隔壁的家里就已经有人开始种稻草了 所以我们就想要说 或许稻草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所以在互杀之外 你们现在也在做观测海岸的记录 那么这中间呢 海岸确实起了什么样的变化吗 你们的观察 其实我们就是说海岸监测的部分的话 我们已经做了五年以上了 对然后其实我们 就是说我们去年年底的时候 有把前四年的数据拿出来分析 但其实就发现说 虽然就是说它会有消长的状况 可是其实 比起我们原先的数据来看的话 它的那个沙子是大概增高的 大概二三十公分左右 对那其实我们监测的方式就是 去量我们那个柱子的高度 所以其实就是变成说 柱子如果越矮 就表示沙子越多 对 表示你们这五六年努力下来 互杀有成喔 算是帮它就是 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对我们一直不觉得说 这是一个已经很成功的状态 可是我们会认为说 至少它是维持在一个比较好的状况 没有再恶化下去 对 因为喜欢旗鼓 所以你用实际的行动来爱护旗鼓 常常都会去海边看一看喔 那么这么长期的互杀持续不断的下来 你自己的一些心得和感动呢 其实我觉得我最大的感动就是说 看到年轻人一起来参与这件事情 那其实你不可否认的就是说 对他们而言欺负这个地方 可能离他家太遥远了 他可能来了这一次之后 下次来可能是好几年后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说 当他们在分享的时候 跟我们讲说 他愿意把这样子一个互杀的讯息 带回去给他的朋友们 我觉得这就已经算是一个很好的 感恩你今天的分享也继续加油 大自然的轻植力量 今年累月的为台湾岛呢 刻画出了一个样貌来 但人为的因素却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呢 加快了这个刻画的速度 而且海岸也失去了它原本的美丽 护杀的目标不在于和大自然对抗 护杀呢是人们重进海洋 重进黑水沟力量的一个守护行动 当我们享受沙滩带给我们的快乐时 也不忘提醒自己 不要做出伤害沙滩的事 决心年代需要迎我一起来 我们下周见